很多上浪年齒的老人 走平路不痛 但是上下樓梯的時候 膝蓋會不舒服 請問主要是因為什麼毛病 A 骨質疏鬆症 B 退化性關節炎 C 風濕症 我的答案是 B 退化性關節炎 鎖定 這個不是風濕 因為會痛是不是 大部分大家在問這個題目的時候 很多人只要痛來看診 都覺得自己是風濕 不然就懷疑自己痛風 民眾不知道為什麼 超擔心自己痛風 更擔心自己是風濕的 可是都沒有人擔心自己是退化 因為退化這兩個字 看起來就像年紀大 沒有人要相信自己是年紀大 可是事實大部分都是退化 手指也會退化 大概幾歲開始 不一定 有些運動員甚至像Jodden 或者是甚至那種 跑跳很多的運動員 然後他其實三四十歲 他的膝蓋就開始退化了 那其實大部分大家這種 雖然血是年紀啦 可是不見得一日年紀 年輕也會 所以大家從年輕 就要趕快開始注意這件事情 也就年齡下降的趨勢了 會越來越下降 舉例來說你每天 大家說去跑馬拉松 爬樓梯會一直降 所以越年輕 就要開始照顧好自己的關節 那可是現在很多人 大家市面上就說 就是多運動啦 然後就是可能要訓練極耐力 退化性關節炎 起 起 我們在訓練極耐力以外 生活大家平常 日常生活的一些保健 跟注意事項 現在有很多很流行的是 叫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 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 一定要加非變性三個字 簡稱UC2這樣子 UC2 它其實就是以前的觀念 就是因為以前的葡萄糖 大家在研究啊 這滿多人做 就會發現有些人有效有些人沒效 大家想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他擔心的就是磨損得太厲害 軟骨磨損太厲害的人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效果 很多時候突發性關節是 發炎很嚴重 關節會越來越磨損 而且它那個疼痛就越來越嚴重 所以很劇烈的 會痛到生活都過不下去 生活過不下去了 我們真的有遇過 痛到就是來 就是一直要開一些憂鬱 焦慮的藥物 失眠的藥物 嚴重影響到他的生活 他痛到都不敢動 因為他覺得動了就痛 可是不動也很痛 所以他就覺得 他整天都躺著不要動了 希望大家對於 退化性關節炎有個比較正確的認知 好不好 再稍微補充說明一下 來 上網 一定要給大家正確的知識喔 其實現在退化性關節炎 是全世界最常見的一種關節疾病了 那你知道在台灣 有退化性關節炎的人 有多少嗎 超過五十歲以上呢 其實是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有退化性關節炎 到了七十五歲 有八成的人 都有退化性關節炎 所以基本上它是完全的 就是存在在我們的生活的周邊 包括了我們的膝蓋 還有腰椎 頸椎 以及這個末梢的這些部分 其實都要特別的來注意保健 那該怎麼來好好的 減少退化性關節炎 或是讓它舒緩呢 第一個很重要的是 就是要讓體重不要太重 因為我們膝蓋要承受 大概是我們體重的1.5倍以上 所以如果你的體重減輕了 膝蓋的負擔就不會這麼大 還有記得適度做運動 過多過少都不好 以及你偶爾可以幫你的膝蓋 附近做一點保暖 也可以讓它會有更好的一些效果 當然補充好的保健食品 也可以幫助你身體吸收一些更好的養分 才能夠讓膝蓋更加健康喔 謝謝 謝謝 謝謝